是一个总结性的 在这之前 在那之前我们做的项目已经做了六年了 最初叫搜索关键词 后来就做了关键词学校 因为构思是因为 我们中国在这个环境里 我们的思想变化很大 但是呢 我们就说我们这里的人还来不及 就说研究和调查这种思想 当然也有很多人开始做类似的工作 但是在视觉艺术里 我觉得这样做 把这个语言 意识和艺术联系起来一起工作 对我来讲两个人的谈话 遭遇是很重要的 因为你都准备好了 你要说什么告诉我 那我们就有时候会互相之间就说 我们互相不能进入 我强调遭遇 我这个展览不是一个完全看的 我每天要跟别人讲话 讲话别人要告诉我很多东西 我要研究他的讲话 到今天我已经采访了大概快300个人 我对他们的这个文字都进行很很认真的研究 就是我不是说的文字是语言 我觉得语言和文字是很不一样的两个东西 因为语言是有看到的 声音的 文字是纸上面印的 对我来讲 这是两个很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对我来讲 最后一个希望 就是来到我这里参加活动的人 在这个场景里面 在跟我们谈话的时候 他会感觉到 他谈了一些平常不会谈的话 很重要是在这个场景里面谈 他会接受到声音 视觉 所有的在一起 谈到他不会谈的话 特别我们在西方 在美国 很多人都会说 I really enjoy it 那么他感到enjoy 那就是跟艺术有关的 这就是一个直接的 这样的一种 这种美学的交流 少用纸巾 多保护森林 然后低碳生活 然后平时的 随手关灯 节约一点电 实际上 他说的全是在这个百分之 对 其他的 知道你怎么用纸巾 会用掉多少 但是树 砍伐树到底 实际上有些浪费 恐怕 不是 不光是纸巾的问题 这都是 这都是 很多这些 keywords 都是观众给的 比如这个 这个 这个是爱问问的采访 我们反而感到爱通名词 因为不想 这时候让别人有更高的想象力 再不要 那么具体来讲 具体来讲 艺术的话呢 在我们社会里 它是一个 它有两个主要的功能 一个呢 就是说 创造一些 美学的产品 别人看了会欣赏 别人看了会欣赏 但是第二个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就是说 它在创造一种文化 因为它是属于我们的意识的一部分 它参与了建构我们的意识 实际上艺术家他会选择 他想做的 在这两个里面选择一个去做 但是还有很多艺术家说我不选择 由历史来选 就是由社会选择我 这两个都可以 但是我是觉得对我来讲 实验 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是自动的选择 我说得很清楚吗 艺术有两个部分 就是为社会提供 一种艺术品 第二是创造一种文化 我觉得这两个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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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